所以今天可能 你覺得自己吃過 我也覺得太好 就是哪一個跟哪一個有關係呢 就看不太出來 因為有些已經造了一些壞 所以我覺得可能再投一趟吧 可能這樣也是很好 沒有 可以 五部周邊的範圍 我們文化局再投一趟 像是那個報告那個記錄的時候 再跟委屈講 就是因為可以看到這種片 現在好像28月有參道 有奉獻 有一些... 大政團時是比較獨立的 這個比較沒有關係 還有有哪些跟這個屎屋有關的 這個看來 它現在沒有好好記錄 因為善惡太多了 所以就沒有兩篇話 所以今天我要去講哪一個 因為我覺得那些叫做建造物 當然說應該卡那些 但是因為沒辦法 那些沒有好好記錄 那就是要把這些關聯性 再把它留在一起 那這是一件 那另外一件呢 就是名稱上面的叫做 叫做要不要講 叫做查隆講 這三個字 因為我們也沒有了解查隆講 跟這個關係 那憲樂 文威罪揚賴當初憲樂 跟之前也沒當委員 這個 那為什麼 這邊才來談這個 那也沒有很有想法 或是了解這個查隆講 跟這個整個的關係是怎樣 也不清楚 所以這兩個部分 我覺得可以再處理一下 這個主庫範圍 我們想盡快去確認這個範圍 那在範圍內的當然都算 對 會把它點出來 在下一次會議區 會把它點出來 那那個歷史調查的部分 讓我們盡量 因為他有身分以後 他畢竟要再重做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還是按照剛才四點的方向 好嗎 那第一點就在做這個 化學改造現場 去做每次探查以後 調查 再會議區 我們還是 但是我們還是照今天的一段請教 把它登陸為歷史建築 登陸為虎基 好 OK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行下原案 忍應安山愛由中山區大同公司 專造建築 置身有文化資產價值實驗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七十八條 如支持定期廢止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經營建築登陸廢止審查辦法 及補助辦法 辦理 辦理情形一 法案建物位於中山北路3段22號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人群內 作用土地為中山段二小段四十四支六八地號 建號為中山段二小段二六一建號 土地及建物所有人為上至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新建年代故鄉 1945年 航測圖中 該建物已存在 緊強附建一 推測一 鑑於日治時期 民國九十七年曾委託 許國原建築師事務所辦理整修 二本案於 104年1月20日經民眾提報 後於104年3月12日辦理 列測審查會刊 一 會議結論 列測追蹤 三 本案由本局秉職權 一 文思法第十七十八條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106年7月31日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 小組會刊 出席委員包括 李前朗 復國 蔡元良 王慧均 薛琴委員等人 會方結論略以代文化局大同公司 由地級資料 熟悟資料等委員 確認建造年代等歷史背景後 在行專案小組會議進步審查 或許會整容化資產民估報告 送文資會審議參考 會刊記錄相附件二 四 本局韓軍中山地政事務所 許國原建築士事務所 及當募股份有限公司 接位能查得建造年代等歷史背景 故意前次會刊結論 以現有資料廣告委員 延續於106年12月26日 召開第二次現場會刊 出席委員包括 憲二委員 詹天權 柳淑英委員等人 出席結論略以經 綜合委員現場會刊意見 初步均認為去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後續並同前次專案小組會刊 依前續送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 會刊記錄相附件三 兩次專任小組員一件摘要如下 一 戰後長期為大同公司所用 原先作為辦公室 現作為展覽及教室使用 保存及活化狀況界相當良好 二 歷史被緊急興建能 年代不詳 據1945年美軍所設置台北空照圖 本機物已存在推測因為日治時期建造 三 民國97年有一次大規模整修 大體相由原有構法及空間為修復依據 建築主要結構保留完整外觀或是原有風格 四 窗戶下方有推拉通風窗 日治時期稱為無雙窗 是考慮台灣氣候條件之作法 承重牆內有密簽支書櫃與建築體結合 五 森牆體構造及屋架木結構保存狀況良好 屋架結構都是依標準的構造與做法施作 木屋架兩端的機動造之部分 之構成相當正式完整 是楊小屋機動造 木造 屋架建築值很好的範本案例 正逐紅磚牆 磚拱開口皆為做工席制 具有傳統建築紅磚造之特色 至少見得專造三層建築具 稀有不易再現價值 大同五份公司於106年11月1日提供 許國苑建築公司儒筆增圖建築物 以及3月1日提供許國苑建築師規劃修復圖說 想附件五 cape 圖建築文化資產價值民估報告請想附件六 此為1945年航測圖 可看見該建物位置 建號設計中山段二小段261建號 D號為中山段二小段40與4支68D號 此為97年翻修前的照片 以及翻修中施工的照片 此為徐柏妍建築師提供的修復圖說 此為現況現況照片的外觀正面 以及外側外觀後側 現況內部一樓樓梯間以及二樓走廊 以及三樓內部的現況照片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請委員詳書列資料 目前使用現況 是作為大同公司社團及員工培訓教室使用 所有全人保存意願 大同股份公司表示 自97年發修後一直盡心維護管理 希望維持自主管理 不登入維定史建築 價值分析 文化局於106年7月31日 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單位小組會堪 同年12月26日廣邀委員辦理現場會堪 出席委員都認為 本經濟具文化資產價值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以文化資產保全法規定 由所有全能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登入範圍之影響 評估目前作為大同公司 平均教訓使用 登入後對目前使用上無影響 您辦 依您請同意登入大同公司 專造建築 置身樓為歷史建築 名稱置身樓 種類辦公廳社 匯治及地址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二十二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種土地範圍之面積及第一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置身樓建築本體 建物為中山區中山段二小段二六億建號 建物面積為4423.36平方公尺 建築物作物土地為中山區中山段二小段四十部分 該比第一號面積763平方公尺 四之六八第一號部分該比第一號面積 三千零三百五十平方公尺的兩筆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蓄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五代物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 本經物為三層專造 專拱開口做工細緻 窗戶下方有推拉通風窗 承重牆內有內牽書櫃 具有傳統建造和專造之特色 二 物價的建構一標準的落造及重法施作 三樓木橫架形式為標準型國王式橫架 木屋架兩端的機動造過程相當完整 為楊小屋機動造木造屋架建築之反例 三 本建屋雖經民國全新年整修 為仍以原有過法及空間維修不依據 主要結構保留完整外觀或是原有風格 且目前保存及活化狀況良好 四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非直升查機 主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更入基準 二 保安提起 而審議會審議並一審議決議辦以後續 有 大同股被有限公司有根基發言 組長 各位各位大家好 我代表大同公司來做整個八連結 我們這一種自身樓是坐落在公司的城市 它處於石油附近半 從1997年翻譯後一直進行了回復跟管理 文字小組也104年 一次102年兩次來看過 我們都回覆的很好 我們公司請我在這邊再次強調調達 我們希望我們公司能夠 自主管理取消業設 或登入委屈建復的立場 我們講就是7年翻修 公司花了兩千多萬 歷經了10年 大概在上個月4月份 我們發現那個門柱已經被擺引侵蝕 我們兩週內啟動緊急包包程序 也把它修繩完成 那在上次委員來看的同時 因為我們是整體都是木造結構 那有發現是說現在木造結構裡面 也有做到白衣的侵蝕 那我們也啟動了緊急包包程序 目前就緊急要修復 那如果列入這一個之後 我們在我們的那個管理包包 都必須啟動要申報 那對於這個維修的手續上面 可能會比較困難 那對於我們公司來講 我們自主維護的話 啟動的使效率會比較快 加上颱風氣增木造建築 窗戶都已經封在後裏 那我們也實在封在後 馬上有啟動的修復的這個程序 希望是說還是讓我們公司 會有自主管理這個意願 謝謝 那我先回應一下 可能大同公司也有一點擔心 那我們去看的時候 第一個大概 有委員其實覺得 大概達到古蹟的條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古蹟或歷史建築 有身分的建物 平常也有管理維護辦法 並不是什麼都要報到文化區 這個大概先說明 第三個就是古蹟身分 其實有它的好處 譬如有免稅減稅 那還有的話 你如果真的需要大修 你可以申請私有文化資產補助 還可以把它做一個整體的見解 所以跟大同公司講 大概也沒有那麼困難 文化局先表達 關於這個案子 好 謝謝 我們在這這個案子 還有人去幫你嗎 沒有 委員你們的指教 我們的規劃是歷史的限制 這是當然你講的 如果有人在去的時候 就要說 你不要去就這樣 好 再這這個案子 可以說我 如果沒有的話 是不是就照你辦 但是剛才是講的 回應這個態度很清楚 效率剛才是很清楚 我們雙方所說的都很多的都在多多名單面 好 我們請題下一個案 審議案是案由中正區國軍文藝中心 三軍軍官俱樂部國軍歷史文物館 總法福利在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七十八條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陸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 案例 辦理情形一 本案建物位於中正區中華路一段69號 國軍文藝中心 沿平南路142號 三軍軍官俱樂部也稱三官營區 桂陽街一段243號及24371號 國軍歷史文物館及中華府立站 土地坐落於中正區城中段 三小段32D號 建物為童小段493 494 508 509艦號 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 管理者為國防部軍備局 辦理情形二 本案基地後續國防部將辦理促財 本局於106年7月7日 含請國防部協助提供該基地資料 議立本局辦理文資價值評估 令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議於106年7月14日 來含表示 有關民眾陳情國軍藝文活動中心 屬本市列車建物 應與相關開發前完成文化資產價值判斷 如附建議 辦理情形三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委託史立方都市開發顧問 顧問有限公司 辦理台北國防文教專區 民間參與興建營運 遺轉案 促參潛制作業委託 專業服務 該公司於107年7月5日 含送建物資料佈局 如附建二 辦理情形四 本局於106年8月11日 辦理國軍文營中心 三觀營區 公有建築物 玩具於50年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開 出席委員包括李前央委員 黃惠君委員 張關正委員及薛琴委員 會看結論 經委員綜合討論 本案建物初步認定 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本案後續將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 續送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審議參考 會看記錄想附建三 現場照片想附建四 辦理情形五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 請委員參考值本資料 然後這個是地形地體的部分 然後這是現況照片 中間的黃色介入是國軍文營中心 右上角的是國中華福利站 右下角是三軍軍灣俱樂部 然後左下角那張是國軍歷史文物館 然後這是 左邊是國軍文營中心的正門 然後中間那張是國軍文營中心內部的樓梯 然後右下是國軍文營中心的一樓聚場空間跟二樓展場空間 然後這個是中華福利站的外觀 然後跟福利站的內部 然後三段俱樂部的正門及內部的宴會庭 然後左下角的部分是歷史文物館的外觀 跟國軍歷史文物館的內部展區 好 然後蘑菇報告的部分 位置是位於中華路一段69號 這是國軍文營中心的部分 然後沿平南路142號 三軍軍官俱樂部 貴陽界一段243及2431號是國軍歷史文物館及中華福利站 那坐路的第一號及建號為 中正區城中段三小段 三十二地號等一筆地號 建號為同小段493、494、508、509建號 這是各門牌號碼及地號建號 還有各建築日期 主要建築日期的部分 國軍文營中心於46年的部分 然後三軍軍官俱樂部為40年 國軍歷史文物館為55年 中華福利站為57年 那使用現況概述 國軍文營中心為展演及會議使用 中華福利社為賣場使用 參軍軍官俱樂部為參與使用 國軍歷史文物館為稱讚所有 那所有權保存意願 國防部軍備局無保存意願 以委託都市開康公司 辦理指揭基地新建計畫 那價值分析部分 本局於106年8月11日辦理 文化資產審查專案小組會看 出席文資委員 多認為本案建物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那價值建議部分 建議不指定不登入委文化資產 後續有開發 由土地以所有權人 建物使用單位 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你辦 本案擬請同意 依專案小組委員建議 中正區國軍文藝中心 三軍軍官俱樂部 國軍歷史文物館 中華福利站 建物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古蹟部登入歷史建築經驗建築 並解除業者追踪 有發言的好感情 其中文剛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他要重新開發 未來 他正位於總統府的正後方 將來開發 他的高溫度一定會超過 我們比亞三年 那這一點是不是建築法 怎麼去做一些控訴 開發 三十四條 然後送文化部文資舉審 所以那個可能 那個文資 稻釋 對對對 我覺得現在會有整體的考量 對 這個可能特別提醒 特別提醒 這個587 587 在中間 我們下會議記錄 發給588 未來在市府部門的建築 的建築 我想他們應該會說 好 其他的正確 這個結束 列車追蹤 大家明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算完成 我們下一個概念 125 暗遊直轄市地鼓基草山木 草山教室研習中心 修護及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依據 本安依據文化自強保存法 第24條 有機收護及再利用辦法 第13條法 例 但已經行 1 本府於民國87年3月25日 公告指定草山教室研習中心 為吉祥市令國基 公告資料情委員參考附件 1 管理公務為台北市教室研習中心 2 本安市台北市教室研習中心 委託財政法人臺灣文化資產保存發展 基金會辦理直轄市地鼓基草山教室研習中心 行政大樓 恐激收護及再利用報告書 本安前於 105年7月1日 105年10月13日 106年3月24日 106年10月30日 第1集 新婉政委員 王惠夫委員及 黃世宣委員 召開其中及兩次期末報告顯示會議 第一委員意見完全修正後 寫稅前開計劃報告書 於本局 婚姻界定情委員 與參考附件2 三 本市教室研習中心 106年12月9日 寒送報告書於本局 本局 所以依據普及受負責 在六辦法第13條 審議會辦理審議 這是草山教室研習中心的公告資料 即本案的地底圖 這是現況照片 本案提起本審議會審議 定義審議決議辦理後續修復 直代要事以後 後續請執行團隊來進行檢報 主席 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的內容 明天很快的會過去 就是包含那個歷史的部分 建築調查的部分 現場調查的部分 法令檢討 還有第二個部分 其實會想可能是 我們比較關心的管理 或計畫的內容 然後團隊組織我們就越過 在草山地區的發展 我們大概也入過可能 請委員參考首篇的報告書 然後就是過去在1913年的時候 跟那個愛國副輪會捐贈給我們 然後在那個附近 幫忙見公務浴場 然後後來經過了此次的擴見 然後1934年重新在營業 就更名為中樂園別館 它就是我們的這一棟 現在草山教室營系中心 草山溫泉 它是為了紀念天皇的登記 而設立國立公園的建設計畫 然後後來1930年之後 我們又改為草山公務浴場中樂園 然後這個部分可以請委員參照 就是當時候建築繪製的相關的圖面 跟當時候的舊照片 然後再後延續之前的使用 到1946年的時候 台灣省首屆的教育行政會議在這個地方舉辦 然後1948年 它出租作為飯店的使用 然後1974年 因為有一個陽明山管理局 它的管理局的行政權被解除了之後 就改為台北市政府一支單位 然後1970年的時候是台北市的陽明山管理局 然後1980年的時候 再由台北市政府的公登處來接管 改成為陽明山公務員管理局 然後1981年之後 那個肇事演習中心正式成立 然後在那個前後成立籌備處 而且進駐現在的現職 我想我們歷史的部分 我們就先跳過 請委員參考 最主要的部分 因為現況 大概有兩個事情 要在委員會上面做一個報告 主要我們現在看到ADC的三塊 因為當時候古紀畫廳的範圍比較大 那我們會建議其實古紀的整個跨境的範圍 就是以現在圖面上面的B跟C兩塊為主 那B的部分還是以行政大樓的部分 就是以前中樂園浴場的舊建築的部分 跟C就是它現在的停車場 然後以前面的廣場為主 然後我們建議的修復的部分 其實基本上會有三個工項需要去確定 因為建築物因為地以滑的部分 所以出現了比較大的裂縫 那這個部分是未來在比較大的修復工項的重點 那第二個部分其實就是有關於相關的門窗的部分 因為門窗的部分 過去經過有一次一個階段的修復 但是平衡錘跟相關的這些材料都已經 部分已經易失或者是失效了 那門窗其實出現蠻大的問題 尤其是整個門窗的結構 對於目前的門窗的防禦效果 或者是它的氣面效果大概都很差 所以門窗的部分會是第二個修復的工項 第三個工項就是二樓的戶外的露台 也就是西側那個部分 這就是一場中間的那個部分 因為它二樓的一些使用 那那個防水的部分就有破壞 會造成那個部分的漏水 這個部分會是算是 第二個我們剛剛說語的 門窗的部分跟漏水的部分 跟二樓陽台的那個部分的 那個防水的重作 會算大概是擴大的管理維護的功項 那比較大的那個部分 就是有關於那個地滑所造成的建築物 那個裂縫那個部分 會將會列入未來比較大的那個修復計畫 那這個修復計畫主要還是針對 那個整個基礎上面的改善 還有就是那個裂縫的一個處理 那以上的報告 這個修復的調查是非常的完整 那我們最近因為國有財產署 對中山樓還有草山玉賓館 都提出很多問題 那我們其實也跟很多人討論過說 中山樓草山玉賓館 還有我們現在過去的眾樂園 就是自育場 然後我們現在過去這條中山樓前面 到現在都還有溫泉的源頭 還冒淹出來 這一條路其實以前就是一條溫泉溪 所以那個國有一天到晚在修復 然後過去很多的餘館、餘店 現在已經被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等等 而且很燒掉也沒有在管 所以這整個區的規劃 我不知道都發群或洋山國家公園館領處 應該把它做一個盤整 包括草山玉賓館 我看那個錢要很多 那到底未來要做什麼 那我們只想問說 作為教室研習中心 用這樣一個這麼好的地點 效益如何 有必要嗎 可不可以再跟過去的歷史連結 我覺得現在教室研習中心 台北不缺教室研習中心的地方 包括我們牧章後面也有全都是 那可不可以讓他真正的 因為他旁邊接的就是潛山公園 整個區就是以溫泉為主的 也是療養為主的 跟歷史是練習非常大的 那這個我們只是提出來說 我們過去當然做教室 可是教室研習中心的使用率高不高 而且其實蠻獨佔的 能不能更開放給民眾使用 然後變得跟溫泉有關的 這個是在陽明山國衛大公園 做這個通檢裡面 也提出來這樣的問題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 其他委員有沒有 我們再來 有個報告面我們有幾個建議 第一個特別在第七頁這邊 再增加一下那個地質的範圍 因為三個小的好看一下 對地質的範圍這個問題 那第二點就是 歷史是 對地質的好看 為什麼